曾经的渣男幡然醒悟后带着前妻富贵还乡 为这么多年自己犯过的错误深深的忏悔 等要睡觉的时候前妻却发现家里只有两张床 我在里边 萱萱在中间 你在外边 看着陈家面无表情的样子 凌晨长叹一声 爱情路上慢慢乘啊 少说废话 别吵醒萱萱 赶紧睡觉 遵命 9月9号 凌晨零点 那斯达克开盘 喜灵汽车再次遭遇滑铁炉 根本就坚守不住的622美元关口 下跌至448美元 比之昨日又跌20% 上午9点 急促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不用看 凌晨也知道是周冲打来的 凌哥 干嘛呢 周冲嬉笑道 收花生呢 你这种公子哥也体会不到中地的乐趣 什么时候我带你来体验一下 凌哥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今天你赚的那28亿多就要入账了 你却跟我说你在地里收花生 我乐意 你管得着吗 好好好 当我没说 高崇无奈 今天早晨 我就按照你的意思 让徐晋他们进行操作了 不过我真的无法相信 凌哥的预测居然会准到这种程度 麒麟汽车果然是跌到448美元才跌停的 这简直是一毛不差啊 我说凌哥 你不会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人吧 只是说 你能预知未来 最后一句话 让凌晨的眼皮跳动了一下 看来穿越何重生果然不是空穴来风 现在看视频的这些家伙里恐怕就有这种人 扯什么毒寸 有提赶紧发 我还得干活呢 哈哈 徐晋已经跟创商那边沟通好了 最迟今天下午 你那边就会有28.5亿入账 我这次赚了30亿 比你还多了1.5亿 嘿嘿 要不分你一半 林晨哼了声 本大师不吃鸡来之时 东空也没在意 经过这两次暴跌 麒麟汽车真的是炸毛了 林哥你看新闻没有 没时间看 麒麟汽车的公关部临时召开新闻发布会 承诺会给那位60岁老太高额赔偿 并且由麒麟汽车划过去总裁亲自登门道歉 林晨冷笑了两声 我的那些钱 你先给我转过5000万来就行 剩下28亿 全部用于抄底斯克勒 周冲立刻精神一阵 林哥 什么时候动手 明天晚上 确切地说是11号凌晨3点 斯克勒会在那时候迎来跌停 时时蒸发至少超过200亿 那行 我跟徐晋说一下 这次林哥打算什么时候收手 明晚斯特勒跌停之后 公关部就会紧急避险 相比起起零汽车那些养尊处优的家伙 斯特勒的公关部可不是吃素的 11号晚上跌停之后 斯特勒公关部就会迅速发出公告 到时2号下午3点 斯特勒股市会迎来涨停 单股价格再创新纲 达到1100美元左右 从这个数字来看 我们手里的钱翻个背是不成问题的 林哥 我要破音了 什么意思 林哥牛逼 跟周冲打完电话之后 李洪远又打了过来 林老弟 你喜欢男人吗 林哥 嫂子又作妖了吗 怎么我感觉你都有些神经质了 你要是喜欢男人 那我就嫁给你 林晨顿时一阵恶寒 林哥 你有这么一张好嘴 还不如多跟嫂子说点好听的 这样他也不会一直跟你吵架了 林晨啊林晨 你说我李洪远怎么就这么有夫妻 竟然能认识你呢 周公子刚才接过打电话 说我这次能赚三个亿 我可是足足愣了好一会采赡英怪 以后赚钱的机会还多着呢 李哥也不用这么兴奋 我之所以对你这么好 是因为你当初对我好 老弟 别的不说 大恩不远信 就算你不愿意娶我 以后我李洪远也是女人 林晨听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李哥 我还有事 挂了哈 林晨连忙挂断了电话 没多久 第三个电话响起 林晨接起电话调侃道 我是不是应该提前恭喜一下韩总 林先生 您就别拿我开玩笑吧 韩长瑜苦笑了声 周冲可是跟我说了 这次你们都赚了三十个亿左右 我这个华国大区总裁 在你们眼里哪里敢有资格称总 除了升职这件事之外 股市的事情我也得好好感谢一下林先生 虽然我没有你们赚得多 不过也有两个多亿 按照我现在的年薪加分红来算的话 估计得二十年才能赚到这么多钱 林晨没有在此事上多说 韩长瑜 你的能力在圈子里有目共睹 以后有没有兴趣跟着我干 韩长瑜愣了一下 林先生什么意思 打算开公司了吗 现在还不着急 不过我打算开一个制药公司 药品质量不会有任何问题 就看有没有人能帮我在市场上 杀出一条血路了 韩长瑜正重道 林先生要是肯抛出这个橄榄枝 那我韩长瑜誓死追随 别说得这么严肃 好像要去战场打仗似的 你刚刚才升职 先享受以下华国大区总负责人的待遇吧 等我需要你的时候会跟你说的 那行 我再有个一两天就能回国 到时候咱们好好喝一杯 挂断了韩长瑜的电话 红银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看来今天这华生是受不成了 林晨一阵无奈 林哥 没把弟弟忘了吗 堂堂天阳集团的少董家 我岂敢忘了 哎呦呦 别人说这话我只觉得是嫉妒 怎么从林哥嘴里说出来 就这么好听 这么有成就感 这么荣幸至极呢 你小子 看来这次也是赚了不少 不然也不会这么兴奋 没你们多 二十个亿 嘿嘿 幸亏我当初死皮赖脸的 跟我爸磨来了一点资金 那老家伙现在看我可是顺眼的很啊 这种感觉简直爽到旺 可能你不爱听 但我还是要说 那是你爸 尊重一点 别一口一个老家伙 是是是 林哥教训的是 两人又扯了一会 林晨收起电话 耳边终于清静了些 这人情事故这东西 真他妈太费心神了 怪不得那些明星 有时候不愿意打理粉丝 这时银行也来了消息 入账五千万 那一串的铃 又让林晨激动了好一会 干完活回家 还没进门 就听到屋里传来了 一阵阵欢声笑语 林处 是林处回来了